字幕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我是H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來往我們的天地劫又陳再臨 那今天是5月25號 好,27號又有一個版本更新前瞻 那來看一下喔,這邊是第七章的歸增難度 然後還有一個寧念之輪 寧念之輪就是要花十字金然後獲得那個限定皮膚 這種限定皮膚都是當下才有啦 之後那個傷成就沒有了 好,然後我有在說卡池嗎 卡池的話我去查了一下是 上一期我有在那個影片資訊欄我有附嘛 就是會出那個劍血,暗屬性的御風 然後另外一隻是那個余希的妹妹 頭上有長角的那一隻 所以說是新的角色啦 那強度怎麼樣我還不知道 所以月小藍光還有三天嗎?我要再想一下 因為如果我抽到英希對話說沒有嘛 那葛雲英的話是奶媽 也不是說很關鍵說讓你可以馬上變強 因為我現在缺的就是封寒月跟那個夏侯儀啊 這兩隻 比較關鍵一點 OK那上一期我們打了那個9-1困難的十字系嘛 我今天打算來打一下9-2吧 9-2昨天我沒有三星通關 今天來試試看 那他的那個BOSS的機制啊一些套路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一開始搞不懂嘛 就稍微玩個幾次你就知道他的怎麼破解 怎麼破解 好那就來吧,直接來吧 因為有說一場戰鬥要打四幾分鐘啊 比較花時間 好,席日收戰 9-2困難 9-1昨天過了嘛 9-1昨天過了嘛 好那個,這一關的十字元是這樣啦 好 如果我們汽水太低的話 他的那個 傷害看免傷會提高 那化解的方法就是我們 我們的血量要保持50%以上 那沒差我們就把他幹掉就好 那個十字元把他幹掉就可以了 那這邊會給是這個御風跟雨勢 烈星需要的 爪和星嘛 但是這邊是給一階和二階 好 好 好來吧 他有兩個AOE 一個AOE是無阻 一個AOE是偷我們的buff 所以我們要小心buff 不要被他偷 被他偷的話很麻煩 好 反正我們就邊打邊看嘛 我先把這隻幹掉 把他這個 飢渴石斑給幹掉 他的飢渴石斑是這個 這個 石化碾壓這個 這個 這隻boss的話要注意啊 你那些 打法順序啊 技能方法要注意一下 不然會不好打 那我有帶那個殺死敵人之後可以獲得兩個移動力的那個極品的手環 我跟大家講一下 算是我蠻愛用的一個手環啊 平常在推關卡一些奇遇的時候都很好用 好直接把這隻幹掉一回合 好我們先到這邊吧 好放個小蜘蛛 好 好幹掉 我們先放一下這招吧 這招要放之前要注意啊 不要被偷 不然那個boss學會一直回 好就是那個愈合效果 你看我們這個愈合 愈合兩回合吧 命運命運 這個被他偷的話你就完全打不動他了 不能被他偷 所以我們 在他放之前 提早用 他就這兩個技能嘛 逆施之騎 反正我會放這個 貪死之騎 偷取我們友誼狀態 小心 不被他偷 所以說 就這樣 好 這邊應該要把這隻 先幫他把這隻幹掉 雖然他們身上有汙佐 但是下一回 那個boss就會放汙佐給我們 我們要把那個汙佐給 傳單給boss啊 現在還有命運 待會就沒有啦 這隻獄灘確實不好打 因為我們必須要在8回合內 把他打死了 然後他又在那邊補血 HP50%以上他會補5% 大概是補3800 那10%你看他血一開始是7000多 7萬多 7萬多的5%有沒有 射程5個嗎 7萬多的5%就是3800左右 370380 他補10% 他之後會補10% HP50% 10%要7500耶 你會打不動 非常的難打 嗯...我想一下喔 這樣好了啦 反正那個... 單體補一下 會重汙佐的應該是冰璃啦 然後還有黑龍 然後還有這個... 小蜘蛛吧 他應該是一個十字啦 我黑龍也有種 黑龍也有種 那你就要在他消失的時候 傳來給他 十字 十字可以傳來 哦... 好... 啦... 哪... 一... 一... 四步拳肘 四步拳肘 骨乃真龙 四步拳肘 六萬多 四步拳肘 這樣撐得住嗎 好很痛知道 那這裡的話 我讓小蜘蛛走到這 我們走到這 然後小蜘蛛走到這 傳單給他 把小蜘蛛走在這 那我們這隻走到這 再傳單給小蜘蛛 然後走到這 補一下吧 就是你要去調整你的站位 然後想辦法多傳染一點 黑龍不能再傳染了 就是我們盡量不要讓冰璃跟黑龍被污阻啊 不然他很痛 因為冰璃我們要出刀嘛 我們來看一下他 現在是不是 他的CD是怎麼樣 來看一下 他待會可能會放這個 胎石之處 可能啦可能 除非他想要單體打我 你不能放這個喔 放這個會被偷喔 下一回再放 下一回再放 你那個 補血被偷了就GG了 你看他 他一直想要打那個小蜘蛛 小蜘蛛 小蜘蛛 我看情況 我們這邊一樣繼續補 叫做小蜘蛛 有 有 這兩隻還有嘛 那他應該是只有 他現在應該是三層是不是 他現在 對 他現在有三層 想辦法傳三層給他 那我們一樣這個 先來個負面吧 希望能有好一點的負面 最好是有那種禁療 禁療他就不能補血 我們就會很好打 沒有沒有禁療可惡 還沒辦法 喔一萬囉一萬囉 就至少你如果疊到三層以上的話就會超痛 所以這關要有很多細節你要注意 有沒有有沒有 我們小蜘蛛繼續不動 維持兩長繼續 可以出刀啦 看要不要出刀 反正就來個痛的而已 也不痛嘛 才4000而已 好啦 加起來一萬 這邊一樣要注意就是 你不要放那個會被他偷的 你如果被他偷就完了 你的命運如果被偷的話他就會一直補血 就很麻煩 就讓你的那個未遲養跟那個小蜘蛛 小蜘蛛血少一點 他們就 不敢怎樣 不敢怎樣 你看那個 你看喔他現在應該沒有了 沒有 那我們要繼續傳染給他 那這邊傳染的話就有一些技巧 就這樣吧 傳染給他嘛 然後我們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 再傳染給我們的小蜘蛛 叫出來然後傳染給他 好他又傳染了 然後他應該就兩層 基本上就兩層妥妥的 喔兩層 那我們這個小蜘蛛 再回來一下好了 護衛一下 也不是說護衛就是 可以打 因為我會死 所以不要打 我們到這邊 我們繼續放這個 然後這邊就是 要補一下啦 好補一下 稍微補一下 然後我們就 再砍他 雖然只有兩層 但是他快死了 他還翻不出什麼 變不出什麼 把戲了 我們8回合應該可以幹掉他 這邊一樣要小心喔 不要放那個喔 放那個就完了 被他偷技能就完了 被他偷你的爭議就完了 好一樣就是 讓你的小蜘蛛跟衛蜘蛛 殘血 他就會去打這兩隻 他就不會放我們AOE 好一樣我們這個小蜘蛛要果來些 我再傳染他一下 感染他一下 那他應該就三層了吧 應該就三層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就三層了 三層了 三層了對不對 他就差不多了 這個我們就不要出刀 這個我們就不要出刀 我繼續 撿他攻擊力 好出刀 蹦 蹦 好剩6000了 好過了啦過了啦 好基本上已經過了 好一樣 呃 待機就好 我剛剛自己有稍微打一下 大概7回合就過了 就是你要再調整好 如果你能讓他中4層的話就很好 你看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好讓他繼續中 好讓他繼續中 至少有一層 好他都不會放我們 我們這邊也可以debuff他 好其實已經過了 其實已經過了 就是盡量維持在 能維持到三層到四層是最好 就是你的走位啊 你的一些召喚物啊 這樣就可以了 上面有寶箱我沒拿 真是的 算了寶箱以後再說吧 寶箱有時候是十字印嘛 然後有時候是十字印 然後有時候是十字印 有時候是 魂光 這些都還好 不過有時候是那個 太玄石 玉 那是最好的 好就這就過了 呃 反正 你了解了BOSS的一些行動的一些規則 一些機制 然後他的一些debuff 什麼就知道怎麼應對 那 你就用你的角色 你的組合 去挑戰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戰力也不太一樣 那打法事物是這樣 你就 玩個兩三次大家會知道 那如果 不知道看了我的影片也OK啊 我的思路是這樣 好 一些打法 想法 什麼的 9-3是什麼啊 我還沒打 看一下 9-3我也還沒打 因為昨天就打9-1 9-2 9-2就卡關 又是一隻蟒蟲 是不是 又是蟒蟲 我說這個 第九章給我感覺 一堆蟲蟲 一堆蟲蟲 一樣是8回合 成就 成就就比較難一點 5回合要打敗BOSS 然後他是綠屬性 要上紅屬性 基本上你就要用紅屬性隊伍 所以我才會說 屬性隊伍很重要 慢慢收集 這我之後再來挑戰吧 我看一下他會掉什麼 看一下這關是掉什麼材料 9-1是鐵位跟俠客 二階一二階 然後9-2是柱油 魚是跟 御風 那理論上9-3應該是柱油吧 柱油跟宙斯啊 也是二階 9-4是9-5 不知道欸 普通的咧 看一下普通的是怎樣 也是二階啊 就是說如果你沒辦法打困難的話 你就刷普通的也可以 普通真的比較簡單 只是普通的機率就比較低啊 我有說 這個很低啊 這個概率 低到爆炸 完全不想 不知道該怎麼說 等於你的體力又很浪費啊 我就不想刷 就算那個CP只能低 你畫了一堆體力 然後只獲得一少少的素材 然後偏偏那些素材 能幫你提升的戰力又不多 你們來看我現在就算要刷我 就是每天刷困難的 9-1吧 反正9-1這邊 你看 主要更新 哇 要3階欸 9-4 9-5 9-6是3階的 所以我要想辦法刷到9-4 因為我們剛剛普通的9-4還是2階啊 所以要再升上去的話 就要再刷到困難的9-4 以後 想辦法通關吧 但是這個戰力其實加1咪咪也有1咪咪 呵呵 只有一點點而已 就是越後面戰力越難加嘛 很合理啊 好那 今天就先這樣吧 我這兩天再來考慮一下 要不要抽一下這個卡池 最好是能抽到葛雲1啊 因為這個冰璃有了嘛 所以我抽不到冰璃 只能抽到櫻熙跟這個葛雲 那新角色不知道搶不搶 我也沒支援練 因為我最近是抽到那個 木龍玄機嘛 跟那個韓千秀 韓千秀沒有問題 因為韓千秀 他的那個石頭跟那個 衛磁梁他們是通用的 就是我現在有3套是物攻的 冰璃是回血嘛 這個優良 然後衛磁梁是 這個 裸鬼 然後 衛磁梁是那個 荒哲 這三套物攻的 然後鐵衛的話就一套嘛 這個 這個 咒斯拼 鐵衛基本都用這一套吧 基本上 那我這樣有4套嘛 所以我缺的 現在缺的是那個 咒斯的 我最近會慢慢練 原本都不到 原本還十位階嘛 慢慢練 這個 這個得花時間 因為每天得慢慢收集 紅光嘛 然後還有這個通錢 需要時間 慢慢練到25階 25階至少要1000 這邊至少要三四千 紅光要三四千 三千多 差辦法練上 頂多戰力就是 也是2700 2800 就跟 這些角色差不多吧 大概就 2000多這樣 那升到五星的話 可能就會 四星啦 四星的話可能就有機會到 三千 接近三千吧 五星的話大概就 三千多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 你已經可以抓出一個 戰力的一個range 就是當你的五內子 練 兩路的話 然後你三星的話 大概2000多戰力 石頭是裝 石頭是練滿的情況下 那四星的話 大概就2700 2800 那五星的話大概就3000出頭 再上去的話 就是五內要練滿 然後你那個武器 也要練 我現在慢慢慢慢來啊 集啊 絕啊這些 像我那個 三盒之進 現在每天都會跑完 這個 一文探險 全部跑完 總共有六個嘛 這個一定要跑完啊 跑完之後你才可以升級 才可以去 做你的武器嘛 那武器的圖子你就得 烈心那邊要解 才會有這個冰刃配方 好那今天就先這樣吧 剛剛又廢話了一些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